3月6日,由于仁泰指导的古装战争巨制中立杨家将在北京举行盖世英雄发布会 郑一剑领咸鱼波、周渔民、林峰、吴尊、绍兵等六大型男主演齐齐亮相 当天发布会上,记者注意到刚刚注册结婚不久的郑一剑 左手无名指已戴上结婚戒指,活动全程大方亮出婚戒并无遮掩 而因蛊惑在风靡大陆的他,再次出演杨家将的大哥 他就表示两者的不同需要进影院才能看明白 其实我翻演了两次,一直是古画者 但是这个大哥跟这个完全不一样,这个是从漫画改变 其实这个大哥只是一般兄弟,是一般好朋友发生的故事 但是这个是历史,这个是真正的历史改变 所以在拍的时候,心情完全不一样 因为这个是真的事情 然后他一战很多人都会死 这个也是古代看,大哥的看法 比如说爸爸跟妈妈给你很多最好的条件给你 但是你压力也是蛮大的,因为你是长子 长子又要付着一战的安全 所以你看你明白了,你看那个戏也明白了 发布会现场,众星男在台上分享忠孝仁义的故事 而一项寡言的周渝民当天依然话少 却也因此在拍摄过程中有很多收获 这是我的个人的习惯 然后,但是我在这部戏里面 我真正学到的东西是 每个人有自己的个性 在如何让大家团结的条件之下 但是你又不影响到每个人的个性 我觉得这个是导演跟大哥的功能 他让我走进到他们的世界里面 然后我可以仔细地,即便不讲话 但是我喜欢去听他们说话 这一点是很难能可贵的 当天的发布会还曝光了大英雄人物版预告片 据悉电影《中立杨家将》 将于4月4日在全球范围同步供应 最后视频娱乐播报 北京整理报道 我背上背的承诺比你更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